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您水笑 第491章 无声合体的葫芦 莫奥前辈 几名从飞行法宝上下来的修士认识莫无忌 赶紧上前见礼 莫无忌在永鹰角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他可是应编程时刻想要通缉却不敢通缉的人 就算是仙剑再次建立得到永鹰角的传送阵 也没见仙剑开始通缉莫无忌 这样的一个人在永鹰角谁敢不尊敬呢 莫无忌点点头还了一礼后说 这无声合的来历有谁知道吗 一名白发的天仙修士说道 听说这无声合原本是无声道宗的一条宗门河 河中有无声道宗的护宗神兽刺 后来无声道宗获得了一件宝物引起了十大仙语争夺 听说那场大战无声道宗被打得质力破碎 只剩下了无声合 传闻永鹰角的无声合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还有一部分无声合在真正的仙剑 莫无忌心里一动跟着问道 那仙剑有十大仙语吗 白发修士答道 在最初的时候是这样的 不过现在仙剑只剩下了七大仙语 在当年无声道宗被毁之后 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引起了十大仙语的混战 有三大仙语被毁 哦 无声道宗得到什么 居然引起这么多仙语大战 旁边又有修士询问 白发修士摇了摇头 这我就不知道了 还有这无声合 听说常年是非常平静 而现在却如此波涛翻滚 也不知有什么东西要出事 而就在此时 一道冲天而起的柱子 从无声河底轰了出来 一道道玄奥的气息 瞬间蔓延开来 仅仅是被这种玄奥气息一尽 莫无忌就感觉到浑身一清 这一刻 他就感觉到自己体内 似乎有无数的垃圾 被这玄奥气息带走 就连108条脉络 亦是更加的清晰起来 莫无忌心中一震 这气息绝对是最顶级的好东西 不但是莫无忌察觉到了 其他来此的修士同样察觉到了 这一刻 哪怕是莫无忌在此 周围的修士也忍不住 纷纷纷冲进了无声河 这种天地一宝出世 没有人不动心的 莫无忌一样动心了 修道修的是什么 除了自己的心智和奴力之外 就是机缘 这种送到眼前的机缘 如果不去把握 那也没必要去修什么道了 跟在众人身后 莫无忌一样冲进了无声河底 无声河底 莫无忌不知待了多久 这下面以前就是一片死寂沉沉 而现在莫无忌一进入河底 就感受到了那种翻滚的气息 无声河的波涛汹涌 不仅仅是河面上那种咆哮翻滚 在河底一样是翻滚不息 此刻的无声河 就好像是一口被烧开水的锅子 里面全都是滚动的水 一进入无声河底 莫无忌就感受到了那股 可以洗涤自己脉络 甚至是灵魂的气息 来自于更深处 而且那处地方 似乎就是问仙体所在的方向 莫无忌迅速地冲了过去 莫无忌速度极快 加上对这里又极其熟悉 因此仅仅是一个多时辰以后 它就来到了那散发气息的位置 一口硕大的淡紫色葫芦 出现在了莫无忌面前 葫芦倒在河底 葫芦口被打开 一道道悬傲清零的气息 从这葫芦口渗透出来 莫无忌越是靠近 就越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洗涤过一样 哪怕莫无忌还没认出这是什么气息 他也知道这绝对是最顶级的好东西 他直接落在了这葫芦边 手一戴就要把这葫芦直接带走 但是莫无忌很快就失落下来 尽管他耗尽了全部的神念和仙缘 可这葫芦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几乎在最短的时间里 莫无忌做出了决定 他钻进了葫芦当中 这种宝物 说不得很快会由仙界的人来抢夺 他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把这葫芦给收起来 这属于他的机缘 而且对这葫芦为何倒在这 口也被打开 莫无忌也有些猜测 他怀疑这葫芦之所以被打出来 是因为上次那两个爵士强者再次战斗 鱼波轰裂开了葫芦口的禁止 也将这隐匿的葫芦给轰了出来 钻进葫芦口对莫无忌来说 等同于置之死地而后生 一旦他没有办法 在最短时间内将这葫芦收走 而这期间有人过来收走了葫芦 他将成为别人手中的鱼肉 一进入葫芦 莫无忌就感觉到 浑身像是要撕裂了一样 无穷无尽的气息冲刷他的身体 没一丝这种气息冲刷身体 他都可以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有一种被去除杂质的生化 这一葫芦的气息 冲刷他的身体 让他感觉到自己就好像在被千刀万刮一样 若不是莫无忌的修炼 从一开始就是被雷狐撕裂身体 他还真不一定能够承受得住 仅仅片刻时间 莫无忌就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能察觉到葫芦外面再次来了人了 可见又有修士来到了这儿 这个葫芦他必须尽早收起来 否则的话过来的人会越来越多 葫芦中一片混沌 莫无忌连神念都无法伸展出去 更别说是炼花这个葫芦了 假如没有灵眼 莫无忌肯定是赶紧离开这个葫芦 好在莫无忌还有灵眼 灵气聚集之下 他的灵眼瞬间出现在额头 葫芦中的气息开始冲刷他的灵眼 灵眼火辣辣疼痛之中 莫无忌感觉得出来 自己的灵眼也在不断地紧急再紧急 数个呼吸之后 莫无忌就在这葫芦中找到了一片碑纹 他赶紧冲了过去 张口就是一道精血 喷在这一片碑纹之上 开始炼化着碑纹 半炷香的时间过去 莫无忌别说是炼化着碑纹 就算是感应到碑纹是什么都不可能 莫无忌心中暗叹 他知道自己和这葫芦是没有缘分了 赶紧出去 如果继续留在这里面 等强者过来 那他就是等死了 他决定 在出去之前 抓紧时间将这里面的气息 送一些前往自己的不朽界 然后立刻顿走 莫无忌刚刚打开了自己的不朽界 就感觉到葫芦剧烈地震颤了起来 就好像有无数巨大的石头轰在了葫芦的表面一样 莫无忌心里已沉 他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 却不是那种为了保护连自己命都不要的人 之前他进入葫芦 是因为还没人来 而现在葫芦表面不断地震颤 显然是来了强者 以他的实力 根本无法带动这葫芦 由此可以想象 这来的人实力比他要强多了 在永鹰角这个地方 实力比他还强的 除了仙界来人 还能有什么 莫无忌再也顾不得收集这些气息 立刻要从葫芦口炖出去 但莫无忌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对 他居然感受到 这无法移动也无法炼化的葫芦 居然冲进了他的不朽界里 莫无忌反应迅速 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判断出来 应该是自己的不朽界和普通小世界不同 葫芦应该是感受到了这个不同 这才想要进入不朽界里 此刻莫无忌哪里还顾得上别的 直接冲出葫芦 顿出了不朽界 落在了河底 他的不朽界其实非常寻常 若是真的隐匿起来 就好像一枚普通的沙粒 并不会有人注意到 可现在却不同 葫芦自动消失 就算是他的不朽界没有被发现 不朽界脆弱的世界 也经受不住强烈的轰击 万一有强者在此疯狂地攻击 那他的不朽界必定会被破碎掉 莫无忌一来到河底 一道狂暴攻击的冲击力量 就汹涌而来 莫无忌直接被这种狂暴的力量 轰飞了出去 周围的河水 更是在这种狂暴冲击下 形成了无穷无紧的漩涡回流 看见周围至少有数百修士和他一样被这种狂暴力量卷飞 莫无忌就知道自己的选择太正确了 幸亏他没躲在不朽界 如果躲在不朽界 那现在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他的界域完全垮塌掉 同时他也看清楚了 河底至少有四人在打斗 其中的每一个都是气势磅礴之辈 尽管这四人都比不上当初那个黄衣道姑与黑脸男子 但是莫无忌很清楚 这四人中的任何一个都能轻易地击杀他 莫无忌还没落下来 又是一道狂暴身影落下 跟着一个几乎将莫无忌耳膜撕裂的声音响起 谁收走了无声导宗的呼噜 若是敢独吞 别怪我破风不客气 呼噜消失不见 打斗的四人也都停了下来 加上刚刚来的那个叫做破风的家伙 这里五个人正相互防备着 在无人眼中 葫芦肯定是无人中间的一个人拿走的 他们无人都是用了规则符从仙界下来 那葫芦就算是金仙 也无法再短短时间练画 更不要说来到这里的众多天仙修士 无人对质 那些没被余波轰杀的天仙修士 四散而逃 莫无忌同样是疯狂顿走 但他和别的修士顿走的方向不同 他顿走的方向是那个黑色漩涡所在 这时候他比谁都清楚 刚才他看见的那五个强者都是仙界来的 而且还都用了规则符 这五人的任何一个人都足以秒杀于他 之前他之所以在鹰边城没事 估计还是因为没有强者过来理睬他 在明白这道理后 他自然是越快离开这里越好了 而就在这时 五名强者中一名女子似乎想起了什么 他力声说道 那些永鹰角的蝼蚁 别让他们走了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